人的營養分為五個治療步驟 第一個是I, Ingestion 第二個是D, Digestion 第三個是A, Absorption 跟著這兩個是A和E, Assimination和Igestion 這段短片最主要提一提 我們人的消化育體為何吸收得不好 我們從肉眼看得到層次開始講起 我們主要做吸收的就是我們的Small Intestine 從Dudinum開始 吸收比較弱一點 接著去到主要的部分就是Eleum 肉眼看得到夠長 塞在腹腔裏面 彎曲曲 那時候叫回 彎曲曲的意思 長有什麼好處呢? 食物行動需要多點時間 所以Long Greak length Increase the time Allow more time for complete digestion 和absorption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我展開一條腸 給你看看裡面有什麼 這裡我有一個腸 這裡有一條腸 OK? 你看到什麼嗎? 裡面 我們那個概念就是 首先問了自己 我們透過什麼去做absorption OK? absorption by什麼呢? 我們之前學過 by diffusion by active transport osmosis 這些概念全部跟幾個結構有關係 結構適應有關係 比如說什麼呢? 比如說夠薄 themedness 第二個就是 large service area 第三個就是near blood vessels 可以沿著這個 去解釋 套進我們的消化系統裡面 究竟為什麼它做吸收做得不好 大家看看裡面 我們切開了這個 橫切片 切開腸裡面 看到裡面不是平的 不是平的 有很多粒粒粒的東西 這個叫folding 很多人叫這些粒粒的結構 叫什麼呢? 叫finger like projection 好像手指一樣 幾個手指在這裡 增加面積增加得比較大 你回想 如果裡面是一個平的 是一個smooth surface 不是folded into finger like projection 這個面積小很多 ok 好了 這些finger like projection 叫什麼名字呢? 一條就叫venus v-i-l-l-u-s 一條 more than one 就是veni ok so our ileum increase the surface area for absorption ok by folded intoveni and greatly increase the total surface area for absorption ok 食物這樣進去 就是 就是 在裡面 觸碰著venus 就能吸收到 如果我拆它出來看 就好像一堆東西 好像一堆東西 ok 看得到嗎? 它不是靜止的 因為我們腸會動的 看得到 ok 我們perastosis 其實是令到veni 觸碰著食物 是接觸得更加好的 ok 譬如我給食物 它試一下消化 譬如舊這樣說 如果隔開了 它不可以做吸收的 它是要觸碰著 才能吸收好的 那怎樣觸碰得好些呢? 就是靠perastosis 鱼動 所以鱼動 我們有四大功能 待會我給大家看一看 和消化有關係的 就是它 increase 或者improve contact contact betweenveni 和digested food ok 那就更加有效率 將它吸收得到 你記得隔開了 吸收不到物質的 觸碰著它才能吸收得到 那perastosis 就是幫這件事 觸碰著它吸收 觸碰著它吸收 還有將它食物一路向前移 ok 如果我將這個套花入籌 的model 就是這樣 是不是 就觸碰著它 ok 一路將它推進 perastosis 還有增加它和 那個 那個 蛹毛的接觸 那個機會 接觸著 這樣才吸收得到 ok 那另外 我拆散一個 拔一個 Venus 一個蛹毛 給你看 它的結構上是怎樣的 就是這樣的 這樣 ok 首先欣賞一下它 就是 一個finger light projection 就是突出來的結構 你看到嗎 一加一加就是一個細胞 它是由細胞組成的 我們一般來說叫做epithelium 叫做表皮細胞 看看裡面是什麼 原來 原來 就有兩種 運輸管 在裡面 第一種 就是紅色 這個就是blood capillary 微血管 原來 融解了物質 融解了物質 經過Vena吸收之後 就首先去了這個 入了血管 運走 另外那些脂肪 就中間這個 這個乳微管 這個叫lactyl 就是運走 所以招呼得很好 就是脂溶性物質 就是lactyl 另外呢 水溶性物質 就是blood capillary 帶走它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吸收 進去之後 如果那些物質 馬上帶走了 運走了 我們那個腸道裡面 那個濃度 是不是比起血管裡面 是維持著一個 比較高一點的水平 就是 我們如果用回術語 就是concentration gradient can be maintained a steep concentration gradient can be maintained 因為它運走了 它不會在裡面內積 那這裡就有很多消化的食物 那就可以一直 那個diffusion 可以continuous 可以繼續發生 可以繼續發生 所以近血管有這個好處 就是maintain a steep concentration gradient 第二樣 就是面積夠大 這個folded 第三個就是one cell thick 一層細胞 一層細胞那麼薄 這個我們的勇毛 是嗎 OK 還有兩個很微觀的角度 看一看 每一個這個表皮細胞 有什麼特別呢 我唯有這樣 這個是毛巾 其實 這個cell membrane 我講這個細胞 我講這個cell membrane 細胞膜 其實不是平的 它都是有一些很微細的凹凸 這些我們叫微蛹毛 叫microvina 除了整個蛹毛 是凸出來之外 面積夠大 然後每個細胞都有貢獻 每個細胞向著那個腸腔裡面 那個細胞膜 是folded into microvina 就是微蛹毛 哇 一個凸出來 加上微蛹毛 那個面積呢 想像到是幾大 是吧 另外這些 這些 每個epithelial cell of venite 就是表皮細胞 裡面很多這些 什麼呢 Metalchondrile Metalchondrile 線粒體 線粒體我們馬上想像到 就是跟那個respiration release more energy有關 OK 如果多些數目的線粒體 release more energy 接著我們問 for什麼 為了什麼 原來我們吸收 除了靠diffusion之外 就是active transport 就是主動轉運 有些物質 譬如葡萄 在外面 就是靠主動轉運 一路將它運輸過去 接著呢 就是靠血管 將它運走 所以這一步 可以diffusion 可以active transport 如果說active transport 就需要這些 Metalchondrile 放能量去支援 明白 All in all 一個 summary 就是我們為什麼吸收得這麼好呢 我們回想 第一就是長度 和時間 增加時間 吸收時間的關係 第二就是 servic area 兩個解釋 第一就是 folded into vina 第二個就是 epithelial cell of vina folded into microvina 這個和 increased surface area 有關 第三就是 thinness only one cell thick vina is only are only one cell thick 這個就是 decrease the diffusion distance increase the rate of diffusion 第三樣東西 和裡面有關系 就是near blood vessels 還有 lactyl transported away to digest the food ok 所以 那個蛹毛外面 和裡面 呢 外面和外面 維持一個 比較陡峭一點的濃度 tidal maintain a steep concentrated gradient make sure that diffusion can continue to occur 不斷在外面入 入了之後 馬上運走 ok 請你提過 perastosis有什麼用呢 對於吸收來講 我又可以給個版面 大家看一下 好嗎 請你提過 我們的 梅腸 都是會做活動 perastosis 然後 perastosis 有四個 跟我們有關係 所以 不是只有一套 我們 perastosis 腸動 就push the digesting food along 這個當然是 一路無障 那原來 好像 一路予動 就將消化的食物 和那些消化液體 將它mix 那個關鍵就是mix 第一個就是push 第三個就是break down 其實一路一路的 那樣的魚動 就是令到那個食物 就一路整爛了 break down into smaller pieces 那這個就是典型的 物理性消化 很多人overlook了這件事 但記住 他一直按 一路向前走 其實已經phesically digested OK 那另外 第四個 我剛剛講的吸收的關係 是嗎 increase the content of digesting digested food and lead 增加那個 消化了的食物 和我們那個 療腸的內壁 即是那些 蛹毛的接觸 一按下去 就按到食物 接觸著 這個原來吸收的效率 會提高了 所以一個概念 就帶來四個概念 Persosis Persosis 那Persosis 倒過來想 跟什麽關係呢 之前我們學過 就是food and human 就是它跟dietry fiber的關係 食證療 它是刺激我們腸的運動 OK 第一個對我們營養方面 沒有什麽特別的幫助 因為我們沒有煤的消化 所以它是無用之用 刺激 Stumina Persosis 一有Persosis 就帶來四個好處 OK 所以這個很特別 Dietry fiber 我們沒有煤消化 反而為我們帶來這些好處 那這個概念 一路是沒有關係的 那大家和應該溫習的時候 讀現在的範疇 要想回之前的範疇 究竟學過什麽 和這個出題有什麽關係 我們教學的次序 又跟隨這個基礎去學 好嗎 同學 好了 你們溫習吧